我和徐岛偶然之间 那徐岛告诉我 哎呦 王岛你看看那孩子 我只感觉这孩子 翻了跟头 翻起来后 他在空中 感觉让我感觉就停了一下 就会停住的那种感觉 我说嗯 有特点 根本就没有想过上国家队那种 让他再做别的动作看看 结果一做别的动作吓我一跳 因为姚金男曾经放弃过体操一段时间 所以会的动作很少 但是看到了他的潜质 两位国家队的教练还是决定 好好地培养一下这个孩子 第一次来的话 就感觉这个好大 比我们家里要管大两倍的感觉 就是感觉 就是这个片红布 就感觉突然那么多 都不用抢了上去 两年前姚金男来到了国家队 那年他15岁 一个个动作都是教练 手把手教会的 这孩子能力强 无信好 尽管没什么基础 但是看到他飞快的进步 两位教练也愿意投入精力 很多时候甚至不惜血本 为了鼓励他尽快地掌握这个 剑子小翻后织转体720这个动作嘛 学了几次课以后呢 我就觉得可以跳了 当然这小子他不自信 他说不行 跳不了 跳不了 只给我换头 我说这样 我给你奖励还不行吗 我说 哎呀你这个第一次跳这个难度吧 二百块钱怎么样 他闭着眼睛 摇头 最后我摇一摇一摇 我说五百 那我还着重强调一下 我说你这五个 可是我自己的工资 拿来讲给你的哦 好 这时候他全力以赴了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姚金男已经挤入到了一线队伍 我跟他们大的一起就是核练啊 我的车影的怎么样 就感觉我好像好小 就感觉为什么会跟着他们大的一起 然后而且我也很怕跟他们大的一起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本来都在小的这一杯嘛 突然跟上去后他就感觉很不习惯 更让姚金男意想不到的是 进入到主力阵容的他 在去年市井赛前 实力已经飞跃到团队第一的位置 去年初姚金男已经成为中国队重点培养的对象 他首先出征了世界杯德国战的比赛 那一次姚金男一举夺得了平和木 自由操和高低棒三枚金牌 所以在东京市井赛前 尽管对于观众来说 姚金男还显得陌生 但是当时他在对手的眼里 已经是一个需要重点提防的对象 去的时候 美国的就是 像乔梁他们 谁是姚金男 包括那个小黑子 他们也说姚姚姚 去年的东京市井赛 16岁的姚金男 在团体自个赛 以及团体决赛中 都承担了所有的项目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他 发挥稳定 全部成功 心理上会不会觉得更自信 会吧 后面比赛呢 后面比赛 只要自己努力就行了 总在参与 接下来 姚金男参加了女子 个人全能的决赛 两项过后 凭借姚金男的优异表现 所有人都看到了他 有可能夺冠的希望 尽量让自己把气沉下来 不要老飘在上面 飘在上面的话 特别的不好 特别是平衡木 一飘在上面 就感觉木特别窄 人特别大 就感觉老怕掉下去的那种 第三项 姚金男在平衡木的比赛中 出现了失误 不过对于一个16岁 首次参加大赛的孩子来说 整个市井赛 他一共完成了14个成套 仅仅出现了这一次失误 成功率已经非常的惊人了 唯一遗憾的是 这次失误 是出现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 那一场比赛 姚金男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 因为自己第一次参加大赛能了 第三已经挺好的 但是他们老说老说的话 就感觉我自己也想拿第一的那种 就他们说 你要自己不掉你就能拿 老这么说老这么说 然后我就回想 不过我争不掉就好了 这是姚金男在今年全国体操锦标赛的热身场馆 因为赛前的一次训练 导致膝盖内侧韧带损伤 小姚也因此放弃了比赛 那一次渴望比赛的他 渴望全能冠军的他 还伤心的哭了 目前姚金男的伤已经痊愈 而就在最近 姚金男的所有难度都已经恢复 前几天他仍然是以团队第一的身份 入围了伦敦奥运会的阵容 7月 姚金男将经历他人生中的首个奥运会 就是睡觉或者什么时候安静的时候 一想参加奥运会 然后想如果上去的话 比的还想得比的好 就想 哎呀 我说比的真好 但是一回来 就是一想回来 就感觉人 就是感觉很紧张 那种飘起来的那种 就有想象中自己会比的很好的感觉 但是也有想过自己比不好 会不会被骂的呢